面对台湾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秋冬 蔡英文办公室22号晚间老调重谈 回应称会谦卑会沟通 然而面对国民党邀请就莱猪政策辩论 把这一引发岛内民意怒火的政策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却拒绝邀请回避沟通 转移话题称 先让苏贞昌在台立法机构做施政报告 接下来他不接受我们的辩论的话 不接受江主的辩论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我们会去 会再有下一波的上街头了 蔡英文一再回避 一再拒绝的态度令人失望 我没有再躲任何的议题了 那该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辩论 舞台已经搭好了 就等您上台跟人民沟通了 江主席应该要先进他做一个立法委员的责任 如果说这一个辩论是用来做政治操作 甚至于是作为党内进逐的一种工具的话 我觉得都不好 护航莱猪进口不遗余力 民进党一方面拒绝辩论邀请 一方面在台立法机构也摆好证实 民进党集民带坐镇一场前24小时排班 扬言一定要让苏贞昌上台做施政报告 27号台立法机构蓝绿冲突一触即发 一看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要上台 国民党集民带立刻拿出秘密尼击 台上苏贞昌老神在在报告中依然不忘吹嘘 所谓台美关系好而稳固 再看他周围全是为其护航的利益民带 一边是民进党苏系大将吴炳锐 跟国民党集民带挣挣钱打成一团 蓝绿互相入阵 另一边 所谓激进党民带陈伯伟 一把推倒国民党集民带政天台 国民党才立法机构党反总召林维州 立刻上前支援 勾住陈伯伟的脖子往后拉 现场反对苏贞昌的口号声 此起彼伏 整个毁掉台湾的农业 毁掉台湾的猪农产业 背叛猪农 二心枪 二心枪 说谎矛盾 庆祝难输 最正确凿 对人民无法交代 苏贞昌政府 超某某 张希希 前论言论自由 养党军 养东厂 怠惰不开会 骄傲傲慢 苏贞昌下台 苏贞昌下台 蓝绿民带牛打作一团 苏贞昌在拳头与猪内藏共飞舞的场面下 终于突破国民党第13次抵制 狼狈仓促的完成实证报告 结束其遭抵制两个多月的最长记录 韩瘦肉精美猪扣关在即 民进党当局上下 不顾台湾民众的食安问题 意图强行闯关 近期岛内一系列民调结果 是一个观察指标 岛内侵律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 2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对于台行政机构的施政满意度 仅有51% 达到今年的最低点 最新民调还显示 67%的台湾民众 不支持韩莱克多巴案美国株开放进口 对此 蔡英文还在紧抱美国大腿 做着遥遥无期的 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的迷梦 美租美流的这个民调的问题 如果你做单一的议题的调查 也确实会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民调的结果 那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第一波的美牛的开放 是在八年前 如果八年前我们做民调 也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也让台美的BTA的推动 有前所未有的助力 不仅如此 蔡英文与苏贞昌个人的满意度 也双双下探 蔡英文的满意度民调呢 从五月份就职后的最高点 61%一路往下掉 那最近一次呢 反莱猪游行后满意度与不满意度 来到了死亡交叉 你怎么看民调交叉点 苏贞昌的满意度 较八月底高雄市长补选后 下滑10%到38% 首度跌破四成 同时不满意度增为44% 是苏贞昌二度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以来 满意度首度低于不满意度 我的答案很清楚了 我们目前没有那个改组的规划 尽管民进党内外对于苏贞昌即将下台的传门不断 蔡英文还是以目前没有改组计划响应外界质疑 台美认为由于台行政团队近来施政混乱 争议事件接连不断 苏贞昌这个位子 现在民进党内更没人敢接 不仅如此 蔡英文仍然需要借重苏贞昌保蔡苏体制 一方面避免引发党内接班纷争 也避免自己提早脱脚 党内舆论分析认为 苏贞昌为蔡英文作为莱珠房线的战卫兵 根本是设计好的八关剧本 此时苏贞昌留任的最大功能 就是能为蔡英文继续推动后续的争议性政策 例如开放日本核实进口这个卫报弹等议题 并带党因此而来的炮火子弹 先让苏贞昌清理战场 扛下责任后再走人 这是他存在的最大价值 也是民进党内各派系 心照不熏的默契 以上就是在的最大价值的话 2 2 1 2 4 4 4